所以我們勸他認罪協商啊 你關會關不完喔 你會被判幾十年喔 然後這樣的貪污市長是一定要關的 可是認罪協商的話 我們也同意法律 法律對你重新發落 然後你要關 可是我們也有側隱之心 不要關到死 所以趕快認罪協商 你的案子太多了 對 我覺得 我覺得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吧 所以我從昨天就說自己坦蕩蕩 然後呢到昨天還在就是 就是不接受這個 想要當庭離開這個所謂家庭 你怎麼看他現在這樣 國有國法 家有家規 中華民國的法律是有規矩的 你扭頭就走 你就要離開了 你是誰啊 你怎麼會那麼囂張 這麼無知 真的 我覺得很可怕 權力使人腐化 權力也使人愚笨 你怎麼敢做這種魯莽的行動 你怎麼敢在你家門口有沒有 那個時候 那個帶隊的主任警察官 教會不要講話硬要講 還通通安靜 你們記者都安靜 記者不是你的奴才 你怎麼會那麼不敬仲人 你已經到這個程度 你怎麼還對人這麼刻薄 這麼壞 這麼兇 就當初反對的官員 他就罵 為了審進去罵那些官員 現在罵你們記者 已經重途沒路了 那到了 到了這個地檢署 還要扭頭就走 我覺得無法無天耶 我無法想像 這個什麼人啊 這個是啊 現在在北檢的柯文哲 一定是搭配民眾黨 想要大大的操作 民粹 也就是說透過柯文哲 超過14小時的徵詢 這樣子的言論 來疼惜65歲的阿伯 並且號召群眾 能夠到北檢聲援柯文哲 而今天也發現 有大量的網軍 開始在各個的 這個不管是新聞台 等等地方的YTE 以及這個FB 開始進行大量的留言 再加上民眾黨 不管是中央委員會 等等的策略 是不是也是在跟柯文哲 去進行一套 這樣戰術的搭配 我是認為柯文哲 你最好是好好的 接受這個檢調的徵詢 不要逃避 你應該要負的責任 也不要像是放養的孩子一樣 假裝自己好可憐 然後呢 要大家來同情他 來訴諸所謂 對於司法不公的訴求 院長問一下 就是這個金卡廣場 現在還在進行 但是你會不會覺得 應該要先停工 當然要停工嘛 我覺得到一個階段 因為這是違法的 前任的貪污市長柯文哲 給的違法容積 這個三百億是名字名高 請把容積 請把土地正義 我這邊呼籲蔣萬安 把土地正義還給台北市民 而執行者有公權力只有你 看起來蔣萬安跟這個 李四川講的話非常模糊 然後蒼白而無力 所以我們這個案子 我是原告 我揭發的 因為有人來檢舉說 他這個案子違法 然後這個等 我相信這兩天阿伯會被擠壓 那擠壓或起訴的話 那在司法上就證明告一段落 我認為就應該停工 如果司法府不停工的話 我們也會尋求監察院的協助 這個事情是跨越黨派的 如果擠壓或停工 李四川跟蔣萬沒有任何作為的話 那稀里露乎乎混日子的話 我覺得是愧對台北市民 而且也會對他們的政治生涯造成打擊 這時代變了 大家非常奉公所法 節奏很快 而且希望打擊這些土地財團 跟政客的勾結 如果你還不停工的話 會承受政治的後果 也會讓選民對蔣萬安失望 所以我們會每天都派人倒數計時 第一天去 下禮拜一去就寫一 就一天還沒停工 後天就寫二 一直下去 我看蔣萬安跟李四川要拖多久 對 但是這個有人說 就是因為涉及異賞了 然後又是同事家人 然後就說蔣萬安對這個案件 又碰到審訊金就很尷尬 所以可能最後就讓他繳帶勁 繳帶勁的話我們一定對蔣萬安跟市府 我提出控告 蔣萬安市長 你留著蔣經國的血 請你做蔣經國的事 李四川也一樣 然後藍軍的議員 或是藍軍的朋友 然後涉及的污了錢貪污 這是超越黨派的事 這是大事大非 這是土地正義嘛 是不是 然後台北市歷練的市長 都失職沒有幹半間房子給年輕人 賣的 公仔 然後就放任這幾百億 被人家財團污走 我相信市民會失望的 我們力量小 可是我們會奮戰到底 那李四川副市長 他就說要可能要等一審 或者是有相關的判決出來 才會有提 總會不會覺得這樣子的說法 那法律的規定是什麼 他就依法來做 然後這兩年後就完工了 這案子會拖十幾年 你十幾年後 蔣萬也不是台北市長了 就起告一段路停工 不是廢兆嘛 你聽懂我的概念 不是我不給你使兆 然後你停工 然後要有個妥善的處理 而且違法本來就停工 要研議整個840要降回 我們適死會互助 這個只能蓋560的這個容積 我不可能讓你蓋840 對啊 如果我進不到力量的話 我就做你選我當一本幹嘛 我們就是維護土地爭議 打擊財團 打擊官倉勾結 我們命會都拼出去 不管對柯政府還是對蔣政府 那現在就是第一國財市場 也爆出好像中間還有追加50億 然後這麼剛好又是中共的標 那怎麼看 這有沒有可能成為 可不可以的第五案 新的 一定是第五案 也搜索了嘛 而且檢像檢樓發包嘛 那個就是綁標嘛 對不對 那看有沒有金流 至少已經圖利了嘛 然後這個看有沒有金流 在這個魚果市場礙 這我們再繼續追查 這也是我提出的告訴的 那會不會人風德現在是 多少的弊案產生 所以我們勸他認罪協商啊 你關會關不完喔 你會被判幾十年喔 然後這樣的貪污市場 是一定要關的 可是認罪協商的話 我們也同意法律 法律對你重新發落 然後你要關 跟我們也有側隱之心 不要關到死 所以趕快認罪協商 你的案子太多了 對 我覺得 我覺得放下屠刀 立立成佛吧 那你坐牢的期間 這個作為對台北市民的懺悔 那你污的錢的話 請捐出來做公益 或是當然檢查官要沒收啦 做一些善事來 彌補此生的罪過啦 怎麼看說就是 柯文哲從昨天就說自己坦蕩蕩 然後到昨天還在就是 就是不接受這個 想要當庭離開這個所謂家庭 你怎麼看他現在這樣子 國有國法 家有家規 中華民國的法律是 是有規矩的 你扭頭就走 你就要離開了 你是誰啊 你怎麼會那麼囂張 這麼無知 真的 我覺得很可怕 權力使人腐化 權力也使人愚笨 你怎麼敢做這種魯莽的行動 你怎麼敢在你家門口有沒有 那個時候那個帶隊的主任 檢察官家庭要講話硬要講 還通通安靜 你們記者都安靜 記者不是你的奴才 你怎麼會那麼不遇中人 你已經到這個程度 你怎麼還對人這麼刻薄 這麼壞 這麼兇 就當初反對的官員 還去罵 為了審計 罵那些官員 現在也罵你們記者 已經重途沒路了 到了這個地檢署 還要扭頭就走 我覺得無法無天 我無法想像 這是什麼人 這個是 現在在北檢的柯文哲 一定是搭配民眾黨 想要大大的操作 民粹 也就是說透過柯文哲 超過14小時的徵詢 這樣子的言論 來疼惜65歲的阿伯 並且號召群眾 能夠到北檢聲援柯文哲 但柯文哲事實上 昨天一定是經過自己的意願 所以呢 才從這個廉政署啊 轉到北檢去做徵詢動作 也就是說他個人是認同夜間徵詢的 沒有想到他到了北檢 居然徵詢過程中還自行的站起來 要開門往外走 說他要回家 我想他這整個都是藐視司法的態度 並且想要操控輿論 然後用民粹的方式 來聲援自己 有煽動所謂群眾的憤怒 而今天也發現有大量的網軍 開始在各個的這個不管是新聞台 等等地方的YT以及這個FB 開始進行大量的留言 再加上民眾黨不管是中央委員會等等的策略 是不是也是在跟柯文哲去進行一套這樣戰術的搭配 我是認為柯文哲你最好是好好地接受這個檢調的徵詢 不要逃避你應該要負責任 也不要像是放養的孩子一樣 假裝自己好可憐 然後呢要大家來同情他 來訴諸所謂對於司法不公的訴求 又要負責任 又要負責任 可是這個確是 這個 還有です 我看到我 沒有人 來賺自動的 Leave